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1967年出版了第一本专书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就是唐代湖汉经济的交通史 他1966年回到哈佛 他是62年毕业 66年回到哈佛 然后67年这本书出来 这个时候他在美国的汉学界就展露头角 但是他觉得他的写作的东西 在东方很少有人注意 因此他的影响力只在美国的汉学界 他觉得他应该改选跟章 换一个方法 用中文来写文章 用中文来写书 所以在《历史与思想》这一本书 是于先在台湾开行的第一本书 这个书准确地表现他的自学取向 例如中国文史则之间的关联 中西文化与思想之间 一同的比较 这个书是他中年以后 用中文为学术著作 作为主要媒介的一个开端 他从1953年开始发表著作以来 60年间 于先出版中英文著作 59本论文400余篇 我重复一下 著作59本论文400余篇 各位想一想 这个著作的量子大 说它的重要的 其中有《历史与思想》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 《史论》 《中国思想传统》 《现代权势》等等 还有最后的 《游记风吹水上林》 这其他的老师节目的 到了21世纪以后 大陆也陆续出他的系列 现在来说一说他具体的成就 第一 于先深入研究中国思想 政治跟文化史 贯通古今 寒阔了上起三代 下至明清 甚至当代的格格阶段 在当今学界 十分罕见 这个是非常少见 它的广博度 它的广博 实在真是难得 它丰富的中文论著 对于中国历史 尤其是知识人的 甚至史 思想史跟文化史 都深入加以研究 并提出许多发人 深思的议题 例如中国反制论 以及后世的延续 中国古代世的 身份与角色的转型 传统的政治与知识 就是道统与志统之间的 复杂关系 清代思想发展的 内在理路 这等等 都是在给文史领域研究 提供了新的方法 新的思路 假如我们用英文来讲 这个实在是一个breakthrough 在好几个方面 第二 于先以他深厚的学养 关注中国历史思想 文化当中最具关键性的 理念的含义 以及历史起源 与发展的问题 延续清末民族以来 中西文化一同 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 有什么不同 于先对中国文化当中 内向超越 特性的产生 是现在最伟详明的一个 同时 它是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跟现代的意义 而内向超越这个观念 它是从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有历史渊源 所以 这个是必须重视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所以他根据最近 根据他传统典籍 跟地下考古资料 他写了一本书 叫《论天人之记》 中国古代思想 起源的试探 第三 在他融退 就是2001年退休以后 他写了一本书 叫《朱熹的历史世界》 这个书 运用所有一切的有关史料 分析中国传统斯大夫的 这个德军行道的理想 在宋代 所以获得相当程度实现的 政治 社会 文化与思想 原因与过程 由于此书的丰富性 清晰性与深厚性 今后凡是从事中国传统 研究中国传统 跟现代中国意涵的人 没有不需要参考这本书的 这个书 我是一个外行的 那种语言学的人 可是我看过一部分 《真妙》 他写得像侦探小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写的一层一层抽丝剥茧 写下去到最后到什么 我一个外行人看的 有一段几乎不能失手 解释岳飞怎么样 跟皇帝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以为 皇帝把他召回来 什么十二道金牌 什么这些故事 但是当时那些 他里面记载 显然约飞 有逾越他身份的一些言语 使得皇帝警惕 第四 于先研究思想史 对于宋明理学十分重视 但基于史学立场 并不接受理学家 或新儒家的道统观 因为有人把于先 也归为新儒家 事实上他不是 于先不仅认为 清代考证学的兴起 有思想史发展的 内在理路可循 就是因为 宋明理学内部 意理的问题 这个争端 他的辩论 道致儒学转向 经典考证 而且这个转向 也代表儒学 主治论的兴起 所以清代儒者的 道问学的精神 代表儒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他的历史意义 绝不在宋明理学的 尊德性之下 于先 这是第五点 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 但是由于他对于传统 跟现代中国历史 思想文化 具有同等深厚的了解 与掌握 他对现代的中国历史 思想文化领域的著作 因此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他写过三本书 一本书讲胡适 一本讲陈寅克 一本讲节目 他对近代重要知识分子的 学术地位 自学理念的散发 比如像对陈寅克先生 在共产极权底下 所写的那些隐语诗 经过于先人的破译 方能窥知 他的就是陈寅克的 辛亡遗恨与实觉争别 也更深入把握 这个传统中国文化精神 深入骨髓 而同时深具世界眼光的 杰出学者的悲凉与清醒 这个书 他出来以后 我仔细看了一遍 因为我对中国的诗文有兴趣 你真是想不到 因为陈寅先生 陈寅克先生 一代大陆 他的广播很 实在太深了 所以他的隐语诗 你普通人不能够破译 只有于先生的广播 才能看得透 陈寅先生 在他的诗里面 表现的 隐含的是什么意义 我觉得 我看到这个 真是有点感动 我觉得似乎 两个人的心灵 有一个沟通 现在我说 最后的一点结论 于先平日的传述 都是专业论著 但是他也关心 文化跟政治问题 关心的层面 由学术扩展到实识 而且很快 只要有什么事情 他就写文章 声援两岸的民族运动 但是他虽然观察 与评论两岸政治 他是并不参与 真正的政治 他只是一个遥远的兴趣 他的出发点 是一个知识分子的 社会关怀 芝加哥大学 于国凡院士 他说 于因时教授 就是他笔下的 中国式的典型 一生的研究与经历 都在反映这一点 Ladies and gentlemen since we have foreign friends here I would like to use English to say a few words to highlight Professor Yuyingxu's achievements first I mentioned the Tang Prize in Synology recognized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deep intellectual accomplishment in the study of China and its related fields laureates are selected for the originality of their research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that extends beyond narrow academic disciplines simply put Professor Yuyingxu perfectly exemplifies the prize's intent Youth research examines major topics involving Chinese history thought and culture spanning over 2000 yea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ore importantly his impact transcends disciplines time periods and borders he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ransform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he brought previously overlooked and forgotten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to the forefront of mainstream academia and society beyond innov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history his research has had an enduring impact inspiring others to discover new ways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seeing all history as the history of ideas Professor Yu has left no stone unturned in his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universe understanding change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in order to forge his own theor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while Professor Yu is an authority on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ans hi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public intellectuals is also equally enlightening his works elucidating the statu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uch key intellectuals as Hu Shi Chien Mu and Shen Yinka are so telling that they speak for themselves Professor Yu ultimately provided new ways of thinking paving the path for future scholars to re-examine understand and find value in the richness of the history and the culture of China thes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have established him not only as a leading scholar but also as the modern authority o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now finally in the world of scholarship one would be hard pressed to find another Yu Ying Shi a scholar who sees himself 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ense taking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nk you very much